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匠在给战马钉掌时 因为少了一根钉子 有一只马掌便没有钉牢 两斤对战时 战马不慎跌倒 理查直接摔了下来 士兵见国王落马 纷纷转身撤退 队伍瞬间乱成一团 理查也落到敌人手中 掉了一枚钉子 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 摔倒一位国王 摔倒一位国王 吃了一场败仗 吃了一场败仗 一个国家陷入威望 这就是著名的铁钉效应 任何一点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对细节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 《自治通鉴》中说 尽小者大 甚微者助 生活中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就是细节 你对细节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 张艺谋拍摄电影《悬崖之上》时 为了真实还原场景 他以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中央大街 占地面积达到三万平方米 大街上 宾馆 书店 洋行 咖啡馆等应有尽有 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年代感都得到了完美复刻 更令人感叹的是 他没有用方便操作的电脑后期制作雪景 而是选择了费时费力的人工造雪 为了还原雪的真实性 他带着大家反复地用筛子筛 踩过的雪地绝不用第二次 年近古稀的他全然不顾严寒 一次又一次把头埋进雪里给演员做示范 拍摄火车的戏份时 他更是亲自趴到火车下指导 靠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缓缓爬出 此外 由于拍摄中的细节 他也严格把关 有时候一个特写镜头会重复拍几十遍才通过 张义感叹道 我实在太佩服他了 他永远不会让不合理的画面出现 许多时候 一个人对细节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他能够走多远 就像荀子里讲的那样 善学者尽其理 善行者究其难 生活中 真正的高手往往都很注重细节 越是麻烦的事 越会用心做好 越是精细的事 越要刻苦深究 无论对待何事 若你从不敷衍 也不得过且过 最后自然会收获一份令你满意的答卷 不看清小事 不忽略细节 自己的能力会日益精湛 每一步也会走得更加踏实坚定 不忽略小事 才能不错过机遇 有句话说得好 你怎样对待每件小事 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日积月累的努力叠加的结果 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的人 总是能收获更多惊喜 不忽略小事 才能不错过机遇 小田千惠是日本一家公司的普通接待员 她的职责是为来访的客户订购车票 有一段时间 她时常会为美国一家大型企业的总裁 订购往返于东京和大阪的车票 不久后 这位总裁发现了一件趣事 每次她去大阪时 座位总是在右边 而返回东京时 座位又是靠着左窗 总裁不解地去问小田千惠 她笑着回答道 当您去大阪时 富士山在您的右边 返回东京时 富士山已到了您的左边 我想外国人都喜欢欣赏富士山的景色 所以替您买了不同的车票 总裁十分感动 对公司的领导说 在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贵公司的职员都做到尽职尽责 那和你们合作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于是 她将对这家公司的贸易额 从原来的500万美元 一下子提高至2000万美元 不久后 小田千惠也从一名普通的接待员 晋升为接待部的主管 戴维·帕卡德曾说 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也许是工作时为了不出现误差 而反复核对 也许是平日里总保持整洁干净的仪容仪表 又或许是外出前习惯随手检查随身物品 这些都是生活中琐碎细小的点滴 却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 我们无法预测机会什么时候来临 只能在平日里毫不松懈 用心耕耘 静待绽放的时机 做事时严控细节 结果便不会让你失望 生活中细致入微 机会方能不期而至 着眼于当下的每一件小事 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也是在给未来铺好道路 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永远是细节 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事 感慨颇深 公司里的部门元老程哥 最近引就辞职了 起因是部门有一个重点项目 交给他负责 在项目收尾时 甲方发现他提交的报告里 有好几处的基础数据都没对上 面对甲方的询问 他说自己是在网上查的数据 看到大家都引用了 觉得应该没问题 甲方一听就急了 这些数据没有权威来源 整个项目的结论就是不可靠的 他们已经来不及全盘推翻验证 只好把事情告诉了高策 于是 诚哥只好引就辞职 而了解诚哥的同事都知道 在项目刚进行了几个星期时 他就犯过不少小错误 让他提交的财务报表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细节毛病 他并不在意 还说 差不多就行了 哪能看得那么仔细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 其实并不少见 一个人即使目标再长远 若是不屑于平凡的小事 也难以达到过人的高度 不空想 专注做好时事 才能脱颖而出 在书中看过一个故事 在一条街的东西两边 各有一家裁缝店 但东边那家店明显生意更好 西边裁缝店的老板娘觉得奇怪 便派学徒去观察 学徒看了才发现 原来东边的裁缝 每次在顾客送来自己的尺寸后 会重新再量一次 确保尺寸的精确度 而西边的裁缝店 总是照着顾客的样式 拿起就做 重新量一次 这是举手之劳 却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也是对自己记忆的尊重 差别虽小 带来的影响却很大 足以形成生意场面的反差 许多时候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从来不在于机会和运气 而是藏在日常积累的 一件件小事中 那些看似微妙的细节 正是拉开距离的关键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事于足下 优秀的人 不过是懂得 把大事做小 把小事做精 做好了每一项 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 有时 你看到的游刃有余 也许是别人背后 无数次仔细考量 充分准备换来的结果 当你愿意 凡事追求 尽善尽美 大事不敷衍 小事不懈怠 不知不觉中 你便已领先于别人 在时间的沉淀中 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如何在细节上 与人拉开差距 第一 凡事深想一层 你才说 一切的笔直 都是骗人的 真理都是弯曲的 你只有曲折地 接近自己的目标 大多数时候 我们总是按照 惯性思维做事 但其实 若你能够凡事深想一层 做事便能 比别人多一层 广度和深度 接到工作任务后 可以先预估好 任务难度 思考备选方案 与客户合作之前 先了解对方的 偏好与需求 调整沟通与工作方式 凡事多想一步 便能更好地掌控局面 从而优化 我们的行为与结果 第二 活多做一步 这个世界上 优秀的人不少 努力的人更多 而愿意在干活时 比别人多做一步的人 却寥寥无几 每次多做一步 才能比别人 做得更加周到完善 做事深耕一分 才能打磨出 与众不同的结果 保持这样的习惯 才能达到他人 无法企及的高度 第三 事后懂得复盘 许多有所成就的人 都是善于复盘的高手 若一个人做事敷衍 事过则忘 无论重复做多少次 都还是在原地踏步 只有及时复盘 通过对整个环节的 回顾与反思 找出问题与原因 不断改进每一个细节 才能在以后 规避同样的问题 实现突破 懂得及时复盘的人 将精力化作养分 将问题化作动力 终将收获 属于自己的高光 丰功伟绩 都是从点滴做起的 人生有许多时候 不是付出了汗水 就能收获泼风 不是竭尽了权力 就能满载而归 但再难的事 都是从容易的部分做起 再大的事 也要从细微之处入手 努力的最好方式 是做任何事 都一丝不苟 在平凡小事中 彰显出不凡的能力 倘若你能够做好 每一件微小之事 处理好每一个细节 机会和好运 便会不请自来 愿你在未来 难事着异 大事做戏 不断精进 活出理想的人生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让你感谢 我感谢您的感谢 我感谢您的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